大家好,这里是小熊美食 鸡蛋营养丰富,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素 它的吃法也有很多 其中,水煮鸡蛋就是最能够保留鸡蛋营养的做法 也不用任何基础要求就能够做出来 但是水煮鸡蛋剥壳的时候 很容易出现粘壳 煮的过程中也会出现粒壳的现象 其实,只要往鸡蛋的一头插上一根蒸 就能够解决这个烦恼 快跟着视频来看一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准备一个大碗,加入一勺食盐 再倒入清水 把鸡蛋放进盐水中 食盐具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大家可以看到鸡蛋外壳上面有很多脏东西和鸡粪 在烹饪鸡蛋之前 要把鸡蛋壳外面的脏东西给清洗干净 以防我们的手接触到以后 又去触碰其他的食物 这样就会非常的不卫生 现在我们先把鸡蛋给清洗干净 鸡蛋已经清洗干净了 这时候拿起一个鸡蛋 再拿着一根蒸 可以看到鸡蛋是分大头小头 在小头这里用蒸扎一个小孔 像这样子扎一个小孔就可以了 这个孔非常的细 不用担心鸡蛋液会流出来 鸡蛋如果是直接下锅煮 受热膨胀以后就容易发生裂壳的现象 在鸡蛋的小头 也就是气孔存在的地方 扎一个小孔释放气体 鸡蛋内部的压力减小 就不会发生裂壳的现象了 现在起锅倒入多一点的清水 把扎过小孔的鸡蛋冷水下锅 盖上盖子中火煮8分钟 时间到关火 打开盖子 来看一下煮好的鸡蛋 各个都完整无损不会裂壳 把煮熟的鸡蛋夹出来 放在冷水中浸泡 利用热胀冷酥的原理 让蛋壳跟鸡蛋分离 更加的好剥壳 不粘壳 鸡蛋过凉水以后 就可以捞出来了 给大家看一下 小小的针孔还在 在鸡蛋上面扎一个小孔 煮出来的鸡蛋并不会流出蛋液 大家可以放心 现在我们就来剥口 放在案板上瞧一瞧 再放在手心揉一揉 再顺着裂壳把鸡蛋剥开 看一下非常的好剥壳 蛋壳上面一点鸡蛋都没有粘上 这个剥出来的鸡蛋 圆润无损 特别的光滑雪白 看着就很有食欲 再来剥第二个鸡蛋 非常的快 也很浓一搏 不一会的功夫 鸡蛋就全部包好了 各个鸡蛋都是完整圆润的 水煮蛋是保留营养最多 最丰富的一种做法 虽说简单 但是掌握了以上的小技巧 煮出来的鸡蛋 完整圆润不破 吃起来也会更加的美味 看完以上的视频 对于鸡蛋上 差一根真的妙肉 你都了解了吗 快转发分享给更多 不知道的人吧 我们下期再见